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18号 昨天咱们说比特币不能跌破66500 上方最好能站上68800 如果可以站上去的话就能继续上涨 狗装现在一直在我们说的下边线徘徊 没有跌破但是多军也不够给力 那今天这个位置还能守住吗 最新的关键点位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话不多说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到了今早两点的时候说 BC6晚7 蓄势突破或掉头向下 7万有人挂单 然后他的金牌四浪而已 在昨晚6点半的时候说 两个计划 同时留意潜在支撑区域 他说的下方支撑区域 对应的价格就是66566 上方压力对应的价格就是68239 他认为66500那里有周线的POC支撑作用 然后昨晚8点他接着分析 这周末和下周一是关键 目前U占比也到了关键位置 好就是提大和他金牌分析师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比特币目前是两种走法 从这里拉到68000受阻后 跌回63500 第二种走法就是先拉到68000 小回调一下摸一下67200 再去突破68800 不事实上就是下十八 不管怎么样 他认为比特币还是会去摸一下6800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在今早4点的时候说 JTO在2.180设置警报 以便在蓝色区域开多 寻找下一个高点 他说的JTO的蓝色区域对应的价格是2.05到2.146 今早刚刚跌到了这个蓝色区间 现在的价格是2.152 然后他接着说 SEI在0.442以上 我将增加我的多头 并将止损上移 目前我只关注JTO和SEI 好 这亚瑟的观点 相当于JTO 他让大家在0.39到0.43 这个蓝色区间做多 目标看0.52 0.56 然后Lancelot在今早7点的时候说 比特币仍然高于上个月的高点 但目前于周一的高点相差无几 我不会据此进行任何交易 只提供一些最新消息 如果真的下跌的话 我将寻找做多机会 好 这Lancelot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比特币目前依然没有解除警报 下方知识会跟昨天一样 66500 64800 63300 62千4 再就是59000我 52千我 他会在回调的时候寻找做多机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均涨 他在昨天上午7点半时候说 如分析 继续看涨比特币 多单持有 如有回调到66000左右时再次上车机会 然后昨晚8点他接着说 回调到66000左右 没多单的继续上车 66000附近指的是上下200道区间 好 昨天比特币一直没回到这个区间 然后在今早起床7点的时候他接着分析 昨天没打到66000左右的上车机会 继续等待 可能后面还有机会 另外资金配置 建议70%到80%的重心放在比特币上 小币种小参与即可 很多时候都是 大平走完一个阶段性行情进入震荡后 资金才分流到其他币种上 有可能这次也差不多 好 这军长的观点 相当于他依然是看多的 让大家逢低皆多逢低皆多 策略不变 对后续走势依然是看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军长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说 比特币当前重要阻力位在68000附近 这里是一个重要阻力位 因为它是一个心理整数关口 接近月线罗点控制 价格在这里都出现了明显的拒绝 支撑位在67000和67500 这里被视为次要水平 价格快速突破 为形成明显支撑和阻力 7万 更高一级的重要阻力位 因为这是更大的范围类的价值区高点 突破此位将改变格局 可能会引发更大涨势 47000 在更大的时间框架上 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下方支撑位 做空的话 在这里开了一个空单 这是一个周线拒绝和激进的做空交易 第二个是在局部范围高点做空 如果价格回到之前的高点附近 寻找假突破机会 目标是交易回到范围地点 第三个做空机会 是在7万美元以上寻找做空机会 如果价格突破7万单位站稳 可能提供另一个做空机会 需要保持谨慎 因为突破此位可能会引发更大涨势 做多的话 在上升区是毛顶VWAP附近做多 特别是当它与日线罗点控制会合时 这个位置被视为重要支撑 第二个做多机会是 如果价格突破并起稳7万 可能标志着更大涨幅的开始 可以考虑继续做多 尽管目前在6万8附近做空 但认为继续上涨的概率仍然较高 只要没有吃去重要支撑位 整体趋势仍然向上 好着Daniel的观点 相当于虽然它在6万8开了空 但是比特币并没有跌破关键支撑位 所以总体上还是偏多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陈哥 陈哥在昨天下午2点半 给了一个以太坊的多单 实时价格2635 止损预计2585 随后亏了30点手动平仓 接着晚上7点半 比特币也手动平仓 随后他接着分析 看样子比特币67400收到压制了 随后他又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多单 再次接回来 BTC67100付近做多 然后晚上9点半 67手动平仓 同时换手做空 67附近开空 ETH2603附近做空 比特币4.2级别 看跌鲨鱼1.13翻转区压制开始了 短线上感觉不行了 尝试下做空 随后昨晚11点半 全部平仓 换手做多 BTC实时价格67400 ETH2615 晚间又空一波 现在继续做多 期待多头力量延续 随后在今早9点他接着分析 比特币一小的级别 调整中枢结构 当前调整区的中轨一线67400美元附近 非常重要 只要价格保持在67400上方 随时都有可能继续暴涨 向上冲击7万美元 如果跌破这个点位 才有回调的概率 比特币支持潜在的螃蟹形态 需要密切关注 好着诚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 比特币只要维持在这个黄框之上 下面一线对应的价格是66800 上面一线对应的价格是68000 只要能在这个区间内震荡 随时有可能向上突破去7万 他依然是看多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诚哥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狙击手VB 他在昨天下午4点半时候说 空单的第一轮还剩一点时间 如果是的话我会直接更新 深入研究是直接做空还是反弹开空 我只会在66500以下开空 真正的日间开盘价为67630 将在66500之前被扫荡 下次更新会在66500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然后在昨晚8点他接着说 66500尚未达到 以下是LTF的明信表 真正的开盘在宏宽类还未扫除 乐观情绪尚未消退 因此当价格到这里时 一些山寨比可能会暴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做空 然后在昨晚10点 他晒了一下他67800的空单 并且平仓这一单 盈利1100点 他这个空单 就是昨晚6点的时候报道 67630开空 目标是66500 所以我来接着分析 以完成 下一个空单计划在66500和65800之下 如果跌破的话 没有到达比特币的水平 因为最后阶段山寨比会表现良好 在58000处反弹后 你将获得一个比特币稳定空投至63000 以太坊还没有跟随 这意味着比特币在66500以上 山寨比做空会给你带来压力 然后在今早2点半 他接着说 日内交易者请注意 我们正在接近66500 一旦4.2000收盘 如果看跌 蜡烛将重新回到67300区域 确认四角的看跌收盘后 67300是你新一轮的空投进场点 在这里 你可以做空比特币 然后在4点他说 后续行动 四角的看跌收盘 因此可以在67200到67400做空 所以在今早7点他接着说 如果日线收盘价高于67200 则空投行动延缓 如果日线收盘价低于67200 则空投在亚多开盘时严重失血 如果你观察成交量模块 你就明白我为什么是会反的到67400 为什么会下跌 以及每日收盘时这个数字是多少 特别是今天我上传的那个模块 随后亚多收盘比特币收盘高于67200 这意味着他会在67200反弹 并在67200到67500之间保持平缓看涨 至少整个晚上都会如此 好就是VB的观点 相对今早收盘收得很漂亮 所以他判定他们的晚上 我们的白天比特币会平缓上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B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币圈所涨 他昨天上午9点半时候说 昨天这个反弹单你先挂着 我看这位置还是一个支撑点 就是66430的多单 所有单说 我说怎么不对劲 各位你认真看看我写的策略 我让5.6当时你稍微买点头仓 让你5.4买 然后5.8卖 这不都到了第一指引点附近了 随后来接着说 我看了下RENDER 首先这个币不是个垃圾币 这个币是AI板块的 当时也涨得非常猛 5.6买的涨到5.8附近没出 下来了害怕了 你也不用太害怕 后面你等5.05到5.1这个位置 你加仓到5.2或5.3成本 回本你出掉就行 或者你不加仓 别的币赚得抵上你这个币亏的 你直接出掉也行 NOT这个都干到第二指引点了 你要说我这个币推荐的不好 是不是过分了 买完5小时涨10% 当时群里的同学都互相提醒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速度又快 位置也准 以太币这个分叉有一点点开始破 INJ各位看看 STX昨天没让保护 盈利了 昨天也提醒了 直播也说了 再来暂时不接了 再接再说 比特币在这反复 这样整不好看 你把66400那个多单几件撤掉 别阴跌以后再向下插针 我看看再说 以太那个位置没事 先挂着 比特币看能不能接个针 65200开多 止损有效跌破64700 只赢65600 66005 66450 比特币66600有支撑 现在比特币走了样子 看起来是有的 但不是很保险 这行情走了一点都不干脆 随后今早八点半起床之后 他说 10月18号 当你被人伤害时 不要让外界的恶意改变你的本心 别人的言行是他的选择 而你始终有权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方向 坚守类心的善良和正直 不因他人的伤害而迷失自我 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这不仅是对自我的尊重 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坚持 风雨无法动摇大树的根基 心灵的力量同样也不会被外界所摧毁 昨天视频讲的这个66600确实反弹了 就是这个时间有点晚 这个行情走得有点纠结 这个反弹以后没看出来有特别强势 昨天比特币日线收了个十字星 今天就要注意别收个阴线 整个顶部模型出来 历史中美国大远之前有暴跌的吗 这样的话最近是不是都是硬顶行情 好的索朗的观点 相当于昨天66600那里确实有支撑 我们昨天也说过 目前这个下降趋势线算是站上去了 一定要冲过去 不要像所长乌鸦嘴说的一样做个顶 我相信这种概率还是蛮低的 比特币现在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再次冲击68000 加油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长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刘玉东 他今早九点半时候说 英伟达的140.66元的上涨目标终于实现了 英伟达从8月初上涨了56% 这是3亿美元的大盘子 堪称大象起舞 中期目标181 长期目标1500 投资不识英伟达 炒一辈子也枉然 好 有人算过英伟达如果1500的话 这个盘子会有多大吗 超出人类历史想象 到时候整个美股都是英伟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2024年10月18号日线图 蓝线走了五段 价格在绿色区线 66528以上时 认为蓝线5积区未开始回撤 蓝线开始回撤时 会吃掉它的0.2到0.618 且大于3150刀 昨天多头就防守了绿色区线 价格已经到了73777 这个下降下跌趋势线的边缘 连续三天未站上趋势线之上 当站稳之后 才会引发空头回补价格拉起 73777 这个调整结束后会涨到11万4 好 相当于柳大认为这个蓝线第五段 应该回调 回调的话会大于3150刀 必须要跌破66528才能确认 这一波调整结束之后 下个目标就11万4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柯比多只有金牌分析师韭菜水饺 他的昨晚7点半时候说 比特币日线目前还没有占上68300 MACD四小时死差 一小时顶贝离 RSI初碰超买缺 今晚大概率走横盘下行 狠一点的话大起盘 下方关注6500到64500的附近流动性积累区域 若要做短空的话 优先寻找三代币 毕竟BTCD目前是十分强势的 好知柯比多金牌分析师韭菜水饺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6800日关键阻力位 比特币很有可能摸一下继续回调 目标看65500到64500 因为这里有流动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观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 装到地回66800 就会把大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4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目前价格附近没人开空都在做多 这坨长长多军的爆仓位在63附近 量能的话最高达到了5M 然后以太坊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都在做多没人开空 多军的爆仓位在2580附近 量能的话最高有1.8M 以太坊全球爆仓图同样 虽然量能不大 但是周多人要多一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盘口 一小时以内周多人明显也要多一些 多了74M 今天的恐惧贪婪指示为73 贪婪 总而来讲 比特币现在确实是在向上突破 比特币现在确实是在 测试68300那个阻力 如果一小时限能收在 68500之上的话 昨天我们都讲过 但是这里确实存在很大的阻力 所以你懂的 看一小时限收的怎么样 现在市场普遍这么乐观 狗庄确实随时有可能上拉一波之后 然后杀个回马枪 跌到65去 把多军干一波再说 杀一杀散户们的嚣张气焰 78的贪婪 再多3点就极度贪婪了 不把我们华尔街当人看 好 今天的内容飞机就到这里 如果想免费试看社区VIP内容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议体验 谢谢您收看